慕斯坦 他是總聖多的道士 是同心的禱告 第一次讓我們聽到之前 先同心打告 父神多謝你讓我們再一次 回到你的帶領之下 去明白你如何藉著聖靈 能夠引導昔日的門徒 能够继续走在 事奉的道路上 走在一条 永神的事上 求主你与爱同在 让我们能够 借着你的话语 借着圣灵的引渡 将这些道理 同样黑骨铭心地 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 发挥在我们每天 每一日 每一秒钟里面的生命 求你与爱同在 我们亲爱的父神感谢你 让我们再次能够回答你的话语 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当中 诚说有关过去 你的灵怎么样带领你的门徒 走在上帝里的 永恶的道路当中 求你帮助 让今天我们同样 透过圣灵跟着你的说话 能够使我们刻骨永生地 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天活出主你的生命 我们能够在每一刻 都能够带领更多人 能够让他们明白到 我们是怎样一位 随着神你的灵 来活的基督徒 赎神你的殖民 我们打告 奉主耶稣的名祝 Amen 我计算到今天来计算 我信了主大约三十年左右 在今天为止 我大概信主要三十年 也代表了 侍奉了上主三十年 也代表了侍奉了上主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的基督徒的路程上 在这三十年基督徒的路程当中 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我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很诧异 我讲到这里 你们是不是很诧异 牧师 你说你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你不是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不过我可以很肯定地和大家听 的而且我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确实我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纵使在圣经的里面 只形容只有一类的基督徒 这圣经的形容只有一类的基督徒 但是在圣经当中所显示的基督徒呢 在圣经当中所显示的基督徒呢 被今天各式各量的人的思想行为 甚至他们自己的思维哲学 将它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出来 说到底其实都是因为大家对圣经的接受程度 有不同的层次的了解 就是说到底是对圣经的接受程度 有不同层次的理解 理解都不是最重要的 理解不是最重要的 是那个心态的问题 是那个心态的问题 最严重的一类的 称之为基督徒的人 最严重的称之为基督徒的人 甚至他不会说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 他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 只相信他自己的感觉来做基督徒的 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去做基督徒的 我最紧认识一个刚刚信了主 甚至接受了洗礼的一个叫做基督徒的人 我刚刚是一位刚刚信主接受水里的基督徒的人 他告诉我 他经历了一次耶稣基督的战经的感动 他经历了一次耶稣基督正经的感动 叫做Jesus Shiver 有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呢 我有听过 不过第一次见到有人亲口的跟我承认 就是说我是见过 但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亲口跟我承认 我很好奇地问一下他 是怎样震动 我就很好奇 就问他是怎么被震动 你什么Shiver这个字 英文其实可以解释打冷震 就说在英文解释也可以说打冷震 他整天都觉得打冷震 他整天都觉得打冷震 他整天在办公室里面都觉得很打冷震 他说八个十都会打冷震 接着我看一看他的头顶 我看他的头顶 不怪你打冷震 不怪他打冷震 因为坐在冷气口下面 正好坐在冷气口下面 但是他就认为这种是一种熟灵经验 天天的经验 他认为是一种熟灵经验 因为各式各样的讲法思想 各式各样的讲法思想 就造成了今天教会的一个乱局 就造成今天教会的烂局 很多人将自己的思义混习在教会当中 并且称之为上帝的旨意 就是讲自己的思想 奉在教会当中称之为上帝的旨意 于是乎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走出来 甚至有很多是假的基督徒 甚至是假的基督徒 在地上只是稀世道日 活跃在教会当中 活跃在教会当中 甚至成为教会的领袖 甚至成为教会的领袖 有些还叫做牧师传道人 甚至成为牧师传道人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 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 因为当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无法脱离一个重要的事实 我们作为基督徒 无法脱离一个重要的事实 我们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的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神学 是衍生在我们所称为教会里面 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个功课 我们必须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如何辨别株灵 就是说能够辨别出来 因为很多人都说自己有灵感 有上帝的灵引导 有很多人说他有灵感 有上帝的灵引导 究竟这个灵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灵是从何去而来的呢 因为你会有灵感 你说是从上帝就是上帝的 所以你说生上帝就生上帝 怎样才辨别到呢 怎样辨别到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缺乏了这种辨别能力的话 如果我们缺乏这种辨别能力的话 就很容易跌入属灵的陷阱里面 就很容易跌入属灵陷阱当中 表面好像很真 表面好像很真 但暗底里原来你已经走进一条 背契上帝的道路 背后走着被你上帝的道路 而这些道路很多时候还称之为上帝的道路 甚至很多人称之为上帝的道路 而这个正直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 这也是我们今天看这个圣经 《诗图行传》第21章 从1-14节要讲的题目 就是《使徒行传》21章1到14节也讲的题目 就是我们怎样去紧紧把握 哪些才是上帝的旨意 让我们好好去把握什么才是上帝的旨意 这个正正在第20章第29节里面 保罗所提到的有些恐怖的豺狼进入你当中 也就是《使徒行传》20章29节 讲到有新爆的豺狼进入你当中 他们会在你当中传一些渤茂的说话 在你们当中说博妙的话 引诱你去跟从他们 引诱你们去跟从他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个功课 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个功课 这个就是正正马上第21章 保罗亲身给我们看一下 怎样去处理这些功课 然后21章就可以让我们亲身看到 保罗怎么去处理这个功课 不过第21章有些特别的 21章有些特别的 我一旦去看一下有些什么特别 去辨别这些灵的时候 究竟这个灵是否真的从上帝来的呢 就是在我们21章辨别这个灵 是否是从上帝来的 还是从别样的灵而来的呢 还是从别样的灵而来的呢 那我们试一下看一下 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 未看第21章的经文之前 或者简单点说回之前 讲过什么 好我们看21章之前都讲了些什么 从司徒行转到第19章开始 从司徒行转到第19章开始 我们知道保罗开展了第三次的报道旅程 下一次保罗就已经是被压送去罗马的了 下一次旅程就是保罗被压送去罗马 所以在第三次的报道旅程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在第三次报道旅程当中看到一个现象 保罗不断面对很多激烈的逼迫 保罗面对很多不同的激烈的逼迫 而这些逼迫呢 是从一些有权有势 并且很有钱的犹太人而去加租于保罗身上 是很多有钱有势 有权的犹太人加租在保罗身上 保罗去到哪里他们就追到哪里 保罗去到哪里他们被害到了 没有钱是怎么追的 当然有钱才能追得到你 在有钱他们才能到处去追逼 从以乎所我们已经听过了 在以乎所我们听过了 有些人还去买假神假偶像 有我们买假神假偶像 就勾结很多犹太人的有钱人 勾结很多有钱的犹太人 好了来到这里我们看到 保罗一直被这帮人追赶 我们看到保罗一直被他们追赶 一直这样追 一直追到第二十二章 保罗回到耶路撒冷 一直追到第二十二章 保罗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有一幅大图画在里面 我们有这么一幅大图画在里面 明白到保罗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状态 已经是很多迫害不断的追在他身上 就有很多迫害不曾经追赶在他身上 回过 昔日保罗未做基督徒之前 回过保罗没有做基督徒之前 就不断追害基督徒 就不停地追害逼迫基督徒 现在自己做基督徒了 现在自己做基督徒了 在这个状态之下 在这个状态之下 保罗怎么面对好呢 保罗怎么面对好呢 我们曾经试过看到保罗 他身边有很多人陪着他一起去面对 在过去有很多陪伴着保罗一同来面对 来到二十一章开始 我们看到保罗已经开始转转转 已经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从二十一章开始 可以看到保罗通过转转转转回到耶路撒冷 然后就见到很多自己人 见到很多自己人 自己人是基督徒来的 都是基督徒 不如我们简单看好吗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二十一章的里面 在新章里面 我们看见保罗离别了 众人即是说离别了这班以弗所的长老之后 离开离别这个人是以弗所长老之后 我们从来没见过保罗的报道旅程 是这么快地记载的 曾经没看到保罗的记载 有这么快的记载 刚才Karen为我们读出的时候 我们都发觉 哇 眨眼眼 恐罗就回到耶路撒冷了 一转眼就到耶路撒冷了 我们看一下简单点 从二十一章第一至到四节 我们看二十一章第一到四节 第一到四节讲什么 恐罗跟着一上了船 就到了哥士 坐船到了哥士 到了哥士 第二天就到罗底 第二天到罗底 然后再从罗底去到帕达拉 然后到帕达拉 然后去到什么呢 在帕达拉那里 就看到有一只船去肥利基 立刻跳上船 然后他们马上上去 然后他们马上就开船 回到这个 经过这个塞浦路斯 经过塞浦路斯 到塞浦路斯南的海岸线 南海岸线 然后马上就回到罗底 马上去了罗底 哇 从来圣经没有试过这么急 这么记载的 甚至没有这么急 计辞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保罗这一次 他要赶着回到耶路撒冷 保罗要赶回耶路撒冷 绝不需要延迟了 绝不需要延迟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 保罗曾经接受了圣灵 给他在异象当中的启示 因为他接受了圣灵在异象中的启示 要他尽快回到耶路撒冷 尽快回耶路撒冷 这个记载在20章 记载在20章 第4节 第4节 以及22节至24节的经文里面 22到24节经文 好了 保罗在这么急速的 回程的路程当中 在这么急速的回程当中 有什么人陪着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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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民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原来曾经在以法所成 被迫害的其中一个同工 跟他在一起 有一个在以法所成 被迫害同工跟他在一起 他们分别都来自 在马其顿的地方 来自于马其顿的地方 一个叫阿里达古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都是我们熟悉的人物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叫戈尤 这在第19章 第30、31节 那里有记载过的人物 19章有记载 保罗和他们出生入死 保罗和他们出生于死 于是这些人陪着保罗一起 想着尽快回到耶路撒冷 陪着他以同来的耶路撒冷 可以说得真是出生入死的同工 但是来到这段经文呢 当他一回到巴勒斯坦地 还未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因为货船的缘故 要在地方下货 我们就看到泰尔 在巴勒斯坦地的著名海港 要上岸 因为他们要下货 保罗绝不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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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仍然把握机会 去和其他门徒交往 你要把握时间 和其他门徒交往 那里一停就停了7天 一停就7天 发生什么事 保罗在那里被圣灵感动 他被圣灵感动 接面对这帮门徒 于是保罗就跟他们说 保罗就跟保罗讲 对保罗讲什么 对保罗说什么 他说保罗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第一次见到 我们第一次见到 除了保罗有圣灵感动之外 我们看到保罗有圣灵感动以后 在第四节里面 在第四节里面 这帮接见保罗的门徒 在泰尔也同样有圣灵感动 保罗在泰尔的门徒也有圣灵感动 不过叫保罗做什么 叫保罗做什么 不要上耶路撒冷 不要上耶路撒冷 第一次见到 第一次见到 我们在这里停一停 我们停一停想一想 保罗在先前 第20章 保罗在先前第20章 接受了圣灵说你要上耶路撒冷 就是圣灵感动说你要上耶路撒冷 要作见证 要作见证 作哪个见证 作什么见证 作主的见证 但是来到这里 有声灵有启示 有声灵有启示 感动了一些人 叫他通知保罗 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通知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我们就有个问题来到了 来到我这里我们就有个问题 究竟上就不上好呢 到底去还是不去好呢 听就不听好呢 是听还是不听好呢 又是试试代入保罗的情况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会怎么决定好呢 你会怎么决定好呢 保罗知不知道这次去是实死无生的 保罗知不知道他这次去死死无生的 保罗一早就知道了 保罗一查就知道了 20章的里面 保罗在23年 当保罗回程的时候 跟以佛所教会的人讲话的时候 就是他大肥城跟以佛所 老祖就跟他们讲了 这次我去以后都见不到面了 以后我们见不到面了 为什么见不到面 为什么见不到面 因为他知道这次去耶路撒冷 不方好了 因为他知道去耶路撒冷 没有好事 现在有人告诉你 圣灵感动我通知你 圣灵感动我通知你 叫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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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呢 你怎么样呢 哪样好听些呢 是哪些好听的呢 想正不想好呢 到上还是不上好呢 不上好像挺好的 不上好像挺好的 不上又不用死 不上不用死 对吧 还有又说圣灵感动 又说圣灵感动 今天很多人都经常说圣灵感动 今天很多人说他有圣灵感动 当然有些真的圣灵感动 因为大湾有些真的圣灵感动 但是有很多呢 但是有很多呢 是出着仁义 有很多屈指仁义 那我们再看看这段圣经 我们再看这段圣经 第四节 在他住了七天的时候 在太尔 保罗见到那些人 那些人被圣灵感动 因为保罗见到那些人 他们被圣灵感动 没有其他圣经记载 说不是圣灵 或者他们自己想法 没有这么写 没说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希腊文更加写 The Spirit 希腊文在说是他们的圣灵 Tos Plumatos 哇 那真是难解了 这真是真的 很难解释 你不要toss 这个article 我们叫definite article 这个放在spirit面前 我都还可以偷一下鸡 如果说是没有这个 刚才讲的这些放在前面的话 我真的还可以去采摸一下 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采 就是没有个指定专名词 的放在前面 如果没有一个指定名词 的放在前面的话 我们都可以说 可能是那些人自己想的 有可能是这些人自己想的 但没有啊 如果说the 那你就没得讲了 这里就没得讲了 就是singular 单数 单数 一定是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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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加多一个Horse 即是Holy 那就更加没有走样 如果甚至加了一个Holy 圣灵的话 所以圣经不是我们自己喜欢 为什么 他写明是这样的 我就要这样的 他说the Spirit 即是这些人感动他的圣灵 就是这帮被感动的圣灵 叫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叫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如果你是保罗 你会不会说 好了 那我不用上耶路撒冷了 如果你是保罗 那好 我就不上了 保罗 怎么反应 保罗怎么反应 我们看一下第四集 没有说什么反应 保罗没说什么反应 接着过了几天 过了几天 保罗一帮人就起身走了 保罗一帮人起身且行 这帮人 受圣灵感动的人 和妻子儿女 就送他们出城 这个时候圣灵感动的人 就妻子儿女一同 圣灵他们的圣灵 他还一起在岸上 其实原文讲到沙滩上 在岸上一起祈祷 他们在岸上 在沙滩上 祈祷以后祷告 保罗自己就说上船 那些人就回家 保罗上船 他们回家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在这个状态之下 好像保罗没听过一样 好像保罗没听到一样 你们会不会想一想 又说圣灵感动 又说圣灵感动 为什么保罗不听 为什么保罗不听 你应该有这些问题 读到这里 你们理想当然有这些问题 不正常 这个保罗 那保罗好像不正常 正常的保罗是怎么样的 正常保罗怎么样 童工有意见 童工有意见 他会听的 他会听的 特别我们在前文已经看过 保罗有些童工 叫他不要做的事 他真的不做的 童工叫他不要做事 他真的没做 譬如我们先前在十九章那里说 在以忽所的暴动 比如十九章 在以忽所的暴动 童工叫他不要去剧场 救这两个人士 童工叫他不要去剧场 去救这两个人士 不要救哥尤 不要救阿里达古 不要救阿里达古 有他们 不要去救阿里达古 很危险的 保罗很想去 保罗很想去 但是这帮童工叫保罗不要去 保罗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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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到这段经文 保罗为什么来到这段经文 不听他们讲 不听他们讲 是不是他们的灵 是假的灵 是不是他们的灵 是假的灵 一次就算数了 一次算数 似乎不止一次 好像不止一次 保罗来到这个时候 保罗来到这个时候 继续犹太尔搭船 犹太尔搭船 他去完太尔第一个重要海港 叫做多利米 另外一个海港 叫多利米 保罗又在那里 又和弟兄在问安 又和他一起住了一天 一起住了一天 第二天保罗又马上又离开了 第二天马上又离开 那种很急速的态度 那个行程又回来 这个急速的行程又回来 等一下我们想想 很急速地回来 很急速地回来 保罗是不是赶着他去死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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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听那些同工 圣灵感动又不听 又不听圣灵感动 那些黑客是不是 完全不听圣灵说话 做事 是不是这一刻反正不听圣灵说话 他知要怎么做 他只想怎么做 今天我在这里想停一停 我去停一停 今天很多信徒是这样 甚至教会的牧者 都是这样叫信徒 今天有很多信徒 甚至莫者 教会你要侍奉 教会你要侍奉 教会有很多事要做 教会有很多事要做 又要搞师班 又要搞主要学 又要做师班 又要搞社区中心 又要一些义工去做 要找人教电脑 打拳 打羽毛球 打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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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又喜欢做茶水档 让他喝茶水 又不是喝免费的 现在要卖的 我知道很多中心 要买茶水给你 比如说买茶水 你喜欢做哪一样 就选哪一样 你喜欢做哪一样 就又加一句 随声令感动你 随声令感动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教会有很多时候做的事 教会有很多时候做的事情 经常观想说 圣灵感动你 反正 其实要观众一句 谁圣灵感动 其实在推动你自己 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就是推动你自己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知不知道这种心态 你知不知道这种心态 是罪人的心态 是罪人的心态 如果牧者这样推动你的话 如果这个牧者这样去推动你 这个牧者一定是奉的 为什么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叫你去做 这个还不是撒旦推动人的做法 你想做什么 你觉得做牧者就推动你 他不是撒旦吗 由创世纪 到史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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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沙姆尔纪上下 到沙姆尔纪上下 到秘鲁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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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新约时代 到现在新约时代 都同样这个问题 都同样一个问题 人自己喜欢怎么做怎么做 是上帝最看到这个人的罪显应的时间 保罗现在是这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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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堕落了 保罗是不是堕落了 看多一点点好吗 我们再往前看 第八节 第八节 保罗第二天 马上又离开 马上又离开 哇很急 很急 然后 就去到埃撒尼亚 来到凯撒尼亚 他去怎么样 他在那里进入了那里怎么样 原来他找了一个地方 原来肥利家那里有福音传到他那里 因为来到肥利家 他就和他同住 和他同住 这个更著名 肥利是那七个执事当中的其中一个 特别记载 肥利是那七个执事当中的其中一个 这是第四堂 第六章那里记载 这个只是一个 保罗和他同住的时候 保罗和他同住的时候 在那里 原来发现肥利是那七个执事的其中一个 他有四个龟女 他有四个龟女 都是柱女 都是柱女 要讲语言 会讲语言 讲了什么语言 讲了什么语言 等一下我们又有问题 我们要有这些问题 哇四个柱女讲语言 四个柱女讲语言 有些人在这里说 还不在这里叫女人做牧师 女人做牧师 不是啊 不是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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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女性 任何一个女性 上帝叫她去做一个牧者的身份 要做一个牧者的身份 做一个先知的位分 做一个先知的位分 在某一个时段 在某一个时段 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 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 这帮女士 在上帝引用她去讲了一个谘言 她做了一个谘言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在圣经总共 其实总共可以有七个的女性 曾经似乎做先知的位分 就是说有七个女士 类似做先知的位分 你有兴趣可以写下她 我读给大家听 如果有兴趣你们写下来 第一个叫米利安 第一个叫米利安 在出埃及记十五章 出埃及十五章 20-21节 20-21节 就这么多了两节 就两节经文 第二个 第二节 迪波拉·德博拉 迪波拉 在《士诗记》 第四章四节 四章四节 他只是临危受命的 第三 第三 叫胡勒大 胡勒大 胡勒大 在《猎王几下》的 第十二章八至二十节 《猎王几下》的 二十二章八至二十节 以及《历代志》下的 三十四章十四十八节 《历代志》下的 三十四章十四章十八节 要找女士去说语言 这个叫最长的了 就是要女士说语言 这是最长的 另外一个 就是先知以赛亚的太太 先知以赛亚的太太 就是讲过 以赛亚书第八章三节 以赛亚书 八到三节 接着就有个假女先知 有个假女先知 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七至二十三节 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七到二十三节 第六个 第六个 《拿阿底》 《亚拉底》 《拿阿多阿》 在《尼西米》的六章十四节 我说过一次 《尼虚米》的六章十四节 我说过一次 另外一个就是 《未来有一个先知》 当一个来看,八段经文 如果再当一个来看,是八段经文 假的先知,假的先知 至少有两个,假的先知有两个 有一个做完,讲完之后又不好的 他叫米利暗,自己都发麻风 就是说米利暗自己有麻风 圣经不是强调女性去做这个工作的 因为这个工作不是一个office of prophecy 就是一个先知的遗坟,即坟 从来上不是叫女性去做 先知遗坟,成了不是要女性去做 但每每当这些女性要出来做的时候 当每每女性要出来做的时候 都是男性搞得不够,不知所谓的时候出来 都是男性做得不好的时候 所以在这段圣经,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 这圣经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 保罗开始乱了 所以保罗这个情况是不是烂套了呢? 于是乎又找四个肥利执事的四个女儿来说预言给她听呢? 说了什么呢?又没有说 讲什么也没有 不过,我们看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第十节讲什么呢? 保罗他们一团人 保罗一团人 住了在肥利执事件那里 几天之后呢? 在肥利执事件住了几天以后呢? 就是一个先知出现了 有个先知去现 这个先知叫阿加布 叫亚加布 阿加布是哪一位人士呢? 亚加布是什么人士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士图行传》第十一章里面 如果大家还记得《士图行传》第十一章里面 保罗 曾经要处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 保罗要处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 就是犹太人 不是,外邦人需不需要行割礼而信主呢? 就是外邦人要不要行割礼而信主呢? 就是由耶路撒冷 就是耶路撒冷 有几个先知 有几个先知 就去到安提阿教会里面去做解释 然后到安德尔教会去做解释 原来其中一个呢? 其中一个呢? 就是这个阿加布了 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其中一个 亚加布 换个话来说 这个阿加布说的 应该 很有分量的了吧? 这么说 亚加布讲的话 是很有分量的 阿加布讲什么? 阿加布讲什么呢? 在一个执事的家 已经有四个处女讲语言了 他讲什么呢? 他讲什么呢? 他说 到我门者里 到我们这里 就拿布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 就是 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 他走到来 拿了保罗的腰带来绑住自己的手脚 保罗的腰带 他不单是说话 他不光是讲 他做牌给你看 他做给你看 然后说什么? 说什么? 圣灵说 圣灵说 哇,好严重 这次真的 不单是definite article都出卖 holy都出卖 圣灵讲 圣灵讲 说什么?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者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这条带的主人是谁? 这带的主人是谁? 保罗 保罗 还不是? 这还不是吗? 保罗 你这次受害死了 你这次上去一定死定 连这个先知 在本地的先知都这么讲 本地先知都这么讲 正正就要绑你 绑了你之后 交给外邦人 在这个状态之下 保罗回应是怎样? 保罗回应是怎样? 我们看十二节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者话 都俯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 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 路加 路加 写诗堂转的作者 写诗诗诗诗作者 刚才我们讲到他那两位同工 我们讲两位同工 一个叫哥友 一个叫阿里达古 一个叫阿里达古 之后他们还陪着保罗继续去 去罗马 陪着保罗去罗马 不过我们看一下 全部人 全部人都来叫保罗 你千万不要上耶路撒冷 都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保罗的回应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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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的回应是 保罗的回应是 我们一起读 第十三节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我们读完之后 我们读完之后 你会觉得 我们会不会觉得 这个保罗 这个保罗 死牛一变颈 就是很倔强 不听人说的? 不听人说的? 是不是傻了呢? 之前好地地的 在以法所都听我们同工说的 在以法所都听我们同工说的 但现在这么多证据 听清楚 这么多证据 这么多语言 这么多有力人士 就是圣灵讲 叫你上去一定被捆绑 上去一定被捆绑 你还说 我不单止被捆绑 不光是被捆绑 我要为主的名 我们为主的名 就算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 就算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 又这么急要又赶回来 这么急赶回来 赶着上去耶路撒冷 赶着去死 赶着去死 赶着上耶路撒冷 赶着去死 有时候好像在海维驾车那些人 哇 突然插车来 我们就会想 是不是赶着去死呢? 我们有时在海维驾车 保罗是不是赶着去死呢? 保罗是不是赶着去死呢? 哇 如果一般人来看 没有灵性 一般人看什么灵性 死牛一变颈 就是这个倦将 不懂做人 不懂做人 又说自己好有灵命 现在圣灵讲话他不听了 说自己很有灵命 圣灵讲他居然不听 不要听他讲了 这个保罗 不要听他讲 我们看圣经作者如何介绍保罗回应 我们看保罗的回应 充分反映出 写《使徒行传》的作者了解到保罗的状态 充分显明的写《使徒行传》作者了解到保罗的状态 十四支 保罗的状态 保罗既不听劝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便注口了 我们就注了口 此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 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 我想问一下 如果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觉得 《使徒行传》的路家和一帮同工都放弃保罗呢? 你们看看是不是路家和同工都放弃保罗呢? 他不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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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你做什么呢? 讲做什么呢? 记不听劝 记不听劝 那不如算数吧 那就是说口善 不要讲了 那就不要讲了 讲一句好听的说话 当大家埋欄算数 讲一句好听的话 作结局埋欄意思 愿主的旨意成就 愿主的旨意成就 这个是不是晦气说话呢? 这是我废气的话呢? 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因为我们如果不懂希腊文 就真的不懂怎么解释 如果我们不懂希腊文的话 就很不懂怎么解释 保罗在这里的回应 保罗在这里的回应 他说 他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 你有没有抓到保罗想说什么呢? 你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 其实这句说话 如果希腊文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 希腊文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 你们搞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又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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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到怎么样? 搞到我怎么样? 想打碎我的心智? 想打碎我的心智? 弟兄姐妹 如果你这样了解希腊文 原文是这样的意思的时候 你应该不难了解 如果你了解希腊文的原文意思是这样的话 保罗不是发神经趕着去死 保罗不是发神经趕着去死 保罗是一件事要坚持的 保罗一件事要坚持 人想做什么? 人想做什么? 从情感上出发 从情感出发 即使圣灵有一个启示 其作圣灵的解释 你怎么去演绎呢? 你怎么去演绎呢? 很多人就靠自己的情感去演绎 有很多人靠自己的情感去演绎 譬如有个靓仔、靓女来到你面前 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 或者漂亮的姑娘来到你面前 你那时有单身 那时有单身 那时有单身 跟着你有一帮弟兄姊妹在你身边 有一帮弟兄姊妹在你身边 跟着你又看到一个漂亮的美女 见到一个漂亮的小伙子 或者一个姑娘 用个例子 某某个女孩在外团契 有个男孩走进来 有个男孩走过来 是不是我丈夫呢? 这女孩说 这是我的丈夫呢? 跟着呢 就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聊 身边的弟兄姊妹 都是很好的弟兄姊妹 都是很好的弟兄姊妹 他们就会跟你说 可能真是上帝的旨意 可能真是上帝的旨意 带这个男孩来给你 带这个男孩给你 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呢? 如果你是这样看的话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就是 是的,我又单身 你看我又单身 我又想找一个陪偶 我也找一个陪偶 刚刚又有一个 这么巧又有一个 正所谓 天时地利 我就是那个人 人和 正好天时地利 我又是一个人 我就去找这个男孩 开始跟他约会 最后跟他结婚 但我就去约着男孩 跟他 谈恋爱 最后和他结婚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你就随着你自己的意思 在做事 那就是使你自己 一而去 因为你决定 首先 完全是靠你自己的需要来想的 因为靠你自己的需要而去想 你有没有看过 上帝整个过程里面 如何确认给你看呢? 你要看上帝怎么做 这个确认给你看呢? 最坏就是这种信徒 在教会 最差的就是这个 我感觉到上帝 是带这个男孩给你的了 我感觉是带这个男孩给我的 那你就听他说 对 有个弟兄 有个姊妹 他感觉到上帝 是带这个弟兄给我的 我有一个弟兄和姊妹 你说是带这个男孩给我 信我意 信我意 你就采取这个意见 就采取这个意见 圣灵有些事情做了 圣灵有些事情做了 可以怎样去衡量圣灵做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 这样解释呢? 圣灵的事情是做了 怎么去解释呢? 可能圣灵真的带那个男孩来的 圣灵可能只是带那个男孩来 不过不是给你呢? 不是给你的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你完全靠自己去决定 靠自己去决定 你就说是上帝带领 你说是上帝带领 圣灵有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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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目 即或是上帝圣灵所做的事 即使是圣灵所做的事 你怎么演细过来呢? 你怎么演细过来呢?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保罗怎么演细? 保罗怎么演细? 保罗演细的是之前 保罗演细之前 圣灵给他的啟示 圣灵给他的啟示 圣灵什么时候给他的啟示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圣灵什么时候给他的啟示? 要去作见证 你要去外邦做见证 去罗马那里作见证 如何做见证? 你现在要尽快回到耶路撒冷 你要尽快回到耶路撒冷 下一步就会带你去做见证 下一步会带你去见证 所以保罗先生这么赶着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保罗先生这么激烈地回到耶路撒冷 在过程当中 保罗先生一直的焦点都是 无论发生任何的事 无论发生任何的啟示 从圣灵的安排里面 无论直接来到我身上 或者在身边所有的人所接收到的圣灵 他的啟示 和周围人接到圣灵的啟示 我的演绎都要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去决定 我的演绎都要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去决定 今天如果我们在上帝里面 这辨别是不是神的啟示 要辨别是不是神的啟示 我们只要熟悉上帝的说话 用上帝的说话 应该是点两演绎过来 要怎么去演绎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思义 信我意我就觉得是上帝的旨意 不是说信我意才是上帝的旨意 不信我意才不是 不信我意就不是 保罗由头都知道 回到耶路撒冷死定了 他知道去耶路撒冷死一定死定了 一定被绑 一定被绑 所以他说就算我被绑手绑 死在那里都没所谓 但是你们在做什么 酷一 你想打断我这个心子 想打断我这个心智 所以你没有希列文 你解不定第十三节保罗说这番说话 第一句是什么 如果说朋友希列文 你解释不同的是三节在说什么 即或许多痛苦都好 保罗的演绎 无论多痛苦以后保罗的演绎 都要从这个角度看 都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第二 我就很少这样解经的 我很少这么解经 不过保罗一定熟读《旧约圣经》 保罗一定熟读《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在诗篇119篇第85节 曾经这么说过 《旧约圣经》在119篇第85节 前这么说 《旧约圣经》 保罗一定熟读《旧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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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从理律法的骄傲人 为我挖了亢 不训称你神立法的骄傲 为我绝了坑 一定要熟悉上帝说话的人 去看上帝的工作 如果你不熟悉上帝说话的人 你就算看上帝的工作 你会将他完全扭曲扭歪 你甚至会扭曲扭歪 因为这种人会骄傲 靠自己的喜好来做事 因为会骄傲 靠自己喜欢的工作 如果信这些人 就是自己找个死坑坑坑就是一个坑墓 自尋死路的意思 就是自捐坑墓 至少死路 保罗怎么演绎刚才所遇见的这批人 保罗怎么去演绎 讲实际上这批人呢 在泰尔那里 在泰尔镇 一班很爱过的弟兄 很爱的弟兄 跟他见面 同他见面 接着又去到肥利加 接着又去肥利加 有四个女儿 有四个女儿 又再上了寓言 有四个女儿 那个寓言一定就和阿加布一样的了 这个寓言一定和阿加布一样 所以作者是这样引起来就说 哎呀 你上去一定被捆绑 你上去一定会被捆绑 但怎么演绎这句话呢 怎么去演绎这话呢 被捆绑的话 被捆绑 靠人意 靠人意 不要去 不要去 他们干嘛 去干嘛呢 我们是聪明的嘛 我们人很醒目的 我们是聪自派 不会这样自己送死 自投罗网的嘛 我们这个 什么人不会自投罗网的嘛 思义的就是这样想的呢 就是这个思义就这么会去想 了解上帝心意的人怎么想的呢 了解上帝心意的人怎么讲呢 既然 自然 透过这么多的人 透过这么多人 认证了我上耶路撒冷一定被捆绑 我上耶路撒冷一定被捆绑 对了 对了解清楚了 了解清楚了 上帝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法送我去罗马 要上帝用这样的方法送我去罗马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背契人的本性 很被耶文的本性 但却因为这样的状态 更粗练到保罗更决定 一定要上去耶路撒冷 就是说 这超量保罗一定要上耶路撒冷 所以保罗讲这番话呢 保罗讲这番话呢 第十三节 十三节 我是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或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 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跟着路加开始明白了 路加开始明白了 他不是怀疑 不是想记载保罗的丑态 他不是想怀疑记载保罗的丑态 他开始明白了 他开始明白了 保罗不听劝的原因是什么 保罗不听劝的原因是什么 是他看上帝藉着圣灵在不同人身上的启示 其中圣灵在不同人的启示 是要造成一个更让保罗坚决面对 未来的一连串的挑战 更加坚定了保罗要去面对一连串的挑战 成就主的旨意 所以 所以 众人注了口 众人注了口 说 愿主的旨意 成就 愿主的旨意成就 丁智伯 丁智伯 就是说很多人信耶稣来教会聚会 只是玩玩而已 信耶稣是一件要赴上生命的事情 信耶稣要赴上生命的代价 不能说信信不信 信一下不信 看看怎样 到时再看点信 看看以后看怎麽信 最需要的那些牧者 我听了这麽多年 我做了30年牧者信徒 我最恨那种牧者说这番话 就我做了三四年的信徒的话 我最真好牧师师 一到布图会 就说 信了主先 拿着上天堂的入场圈 至少拿着上天堂的预传卷 我喜有此理 真是欺有此理 那是否到时 拿着入场圈不入 拿着入场圈不入 不入呢 不知所谓这些牧者 不知所谓 现在通戒都是这样的牧者 就是 偏大街都是这样的牧者 他们想事 完全是从仁义去想事 他们想事只是仁义去想事 他们从一个大图画 在这段圣经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这个世界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和耶稣昔日 对着一个他所爱的门徒 对他所爱的门徒 这个门徒 这个门徒 很爱耶稣的 很爱耶稣 个个都知道耶稣上耶路撒冷危险 个个都在耶路撒冷危险 这个门徒走来和耶稣讲一句 这个门徒真的也是讲的 主呀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会死的 那会死的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怎么回答 撒但 撒但 退去吧 退去吧 这是什么门徒 这个是什么门徒 在士陀能传也很出名的 这个是门徒的十十十月很重要的 不要说牧师整天都什么都说给你听 回去做一下功课 回去做一下功课 可以的你就告诉我 上网听的就短信我 OK 上网听的他在短信我 从人意而生的就撒但请退去吧 趁人意而生的撒但请退去吧 但是这里呢 你看看 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 这里全部是圣灵的工作 问题是你怎么演绎这个工作 肥利四个女儿不知道这么多事情 肥利四个女儿不知道这么多事情 怎知道上帝有什么启示给保罗你 怎么知道这么启示给保罗你 你讲了给我听我就明白 你讲到我听我就明白 是不是 连这个先知 连这个先知 来到保罗的面前 来到保罗的面前 都只不过告诉你 这个腰带的密主将会被捆绑 这个腰带的主人被捆绑 他没有叫他不去啊 他没有叫他不去啊 他没有留意啊 他没有叫他不去啊 他没有留意啊 他没有叫他不去啊 你个个都是这么想 你个个都这么想 那是从人意嘛 因为从人意 但是从保罗知道 从保罗知道 他不是趕着去死 他不是趕着去死 而他知道这个是上帝要他这样做 因为上帝要他这么做 心智不变 心智不愿 虽然越来越多消息告诉你 是很难过 因为越来越消息告诉你很难过 很多消息 很多消息 都是从圣灵而来 很多消息 都是从圣灵而来 很准确 很准确 你上去一定绑你 结果真的绑他 结果真的被绑 我们以后会讲的了 但是大体经节目 却更叫保罗心智更坚定 叫保罗心智更坚定 所以保罗说 你们不要哭 打碎我的心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们不要哭 打碎我的心 明白吗?大体经节目 当所有人明白之后 当所有人明白之后 就开始了解到 要成就的是主的旨意 要成就的是主的旨意 作为一个全道人 就要让所有信徒知道 我们要达成的 我们要达成的 是主的旨意 不是全道人自己的旨意 不是全道人自己的旨意 很多牧师整天都这样做 很多牧师都这么做 我也见过很多 我也见过很多 最喜欢就是在教会搞建堂 最喜欢教会搞建堂 一搞完建堂 就撩了去了 就搞完建堂就走了 就立刻辞职了 就立刻辞职 跟着周路世界角度 跟人们说 我在哪里见了哪间堂 在哪里见了哪间堂 我再拿建了一个堂 再拿建了一个堂 你知道见完堂之后的教会 建完堂之后的教会 通常就开始是纷争的起始点 就开始纷争起始点 最需要牧养的时候 最需要牧养的时候 这些牧者就走了 就牧者就走了 因为他拿了一个彩 因为他拿到这个彩 憑仁医 拿了一个彩 拿到这个彩 就走了 世界各地周到讲 又说自己开了七间教会 你都在多伦多 你说自己在多伦多 开了一样 全世界周到说 去法国 去哪里都这么说 香港大陆 全部都这么说 我去多伦多开了七间教会 每个人都说 哎呀好好好 你黄木色 不是我啊 哎呀这个模式都好 哎呀他多伟大 他多伟大 他知不知道 那些人知不知道 他开了这七间教会之后 变成了什么 知不知道开了七间教会 变成了什么样 凭人意而开的东西 凭人意而开的 很快会倒塌 很快就会倒塌 这个圣经 告诉我们 你和我做基督徒 你和我做基督徒 怎样去揣摩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心意 怎样去解读上帝的工作 怎么解读上帝的工作 不要靠自己 不要靠自己 如果靠自己的话 如果靠自己的话 很容易就错了 很容易就错了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要么同心祷告 要么同心祷告 所以天父 多谢你给我们 在这段圣经里面 看到保罗一个 很独特的见证 他怎样去解识 解读上帝你的工作 今天我们经常问 很多知心的基督徒 问他们 你怎样去能够 侍奉主 侍奉得更加兴旺 令教会风生水起 但主 其实我们真正需要问的是 你究竟想教会如何 求主赦免 我们有时候真的 凭己而行事 甚至好像做出很多 很有成绩的后果、结果 甚至我们说是主的工作 但其实全部都是人意而生的事 虽然我们明白主可以扭转很多东西 但你却不想我们做信徒 是这样走这条道路 求你帮助 因为我们要解读主的工作 就用上帝你的说话 去解读 我们亲爱的父神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到解读上帝你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是凭着你的话语 来到解读 每当我们凭我们自己给意 来到解读上帝你的工作 就成诚之之后 我们说我们贵荣耀给神 但是却是把荣耀 不要跪在自己身上 恩主啊 你的灵 真的要更多来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你的提醒 很求你 很求你提醒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